我实名举报 湖北省武汉市光泳区台东城经济开大区配合所 正式民警 强奸为成年少女 车会打人 如果编造陷害 我愿意调弹法力责任 不信仰不传仰 所以这情况咱们也会去核实处理 呃 纵板新闻 2月26日 一名女孩在网上发视频 发视频实名举报 称自己在2023年9月在湖北武汉 某派出所某民警强暴 为满18岁多次报警 一直不处理 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工资博人员 向纵板新闻记者 说 确实他们有这样一个民警 但是要求不信谣不传谣 26日下午 武汉市公安局 武汉市公安局 黄碑 这个事 说是这个 要核实处理 关于这个不信谣不传谣 这个事 有老师就是提出过 他入反了 黄碑 念碑 也念皮 也念不 入反了意思就是 不能够这样用的 按道理来说 这个 就是公权力者 你要举证 要自证清白 公权力者之外的 这个普通百姓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掌握 他没有权力掌握 这些信息源 他只能是要合理怀疑 所以说都用反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不纠正过来 生活可能不会美好啊